也是不定数回圈 意思就是要给Fyre回圈 Fyre回圈里面的话 就是说当这个值里面输入的 可能就是身高跟体重 输入完之后帮我判断一下 它的BMI值 BMI它这边的话 基本上就我们之前讲的 它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这个是平方 然后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另外不需要考虑 就是性别男女的不同标准 反正就是设为一样 另外的话输入两个正数 然后身高跟体质 它是负999结束 所以基本上的话 假设两个 它这边有总共一个 两个三个 三个范例 如果说我今天先 先demo给各位看 如果说我今天执行它的话 假如说我希望输入身高176 体重如果是80的话 那它应该显示出 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BMI结果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另外的话 这边可能要一个空白 OK 这边看得出来空白吗 这很容易有陷阱 如果你这样打字的话 少一个空白 多一个空白 都不对 OK 另外的话也是显示它的state 它就过胖了 OK 176 80公斤 OK 那这样就过胖了 所以现在蛮多人都过胖了 好 那再来的话 这个另外170 身高170 体重多少 100 快变正方形了 OK 现在大家都营养太好了 34.1 34.6 OK state它 太胖了 OK 另外的话 如果它停止的话 它这边就 负9999 enter 直接没有反应 就离开了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了 不过它这边有两个 可能一个是身高跟体重 其中一个是负999 可是理论上 好像应该是第一次输入 应该是身高 应该不至于会 因为你可能输入 你没办法输入第二个体重 是负999 所以基本上好像 这边只要判断身高就可以了 体重好像不用判断 所以要怎么写 可以刚好比较符合 它要的结果 所以这边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也许各位稍微了解 主要是说 你怎么样把BMI算完 算完之后再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这边会有 如果是小于18.5的话 那就是那个 这个这个 应该是过瘦了 然后这个之间的话 是normal 是一般 然后这边是有点胖 这边是太胖 它大概分四个标准 那我们就是要多重的逻辑判断 能够把它写出来 OK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这个这一题相对的难度会比较高 而且 实际上似乎算困难许多啦 那里面可能会需要 第一个坏回圈 那坏回圈的话 当它什么 可能输入体重就好 身高 身高就好 因为第一次只有身高会输入 体重部分好像就不需要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当它输入身高体重之后的话 那你帮它把BMI算出来 第三个就是在取得那个State 这个State的话 就是它的它到底是过轻呢 还是normal还是说它是有点胖 或者是非常胖 那就把State也输出 这个部分我想请各位试一下 不定的回圈数 所以呢 我们这边用FIRE回圈 那另外的话呢 它有可能是身高或体重 其实体重如果输入负999 应该也是要能够离开 所以我刚刚有试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 如果说假设它输入的是170 然后它如果再往下输出负999 应该也要能够跳离才对 所以呢 也就是两种 一个是第一次 所以我尽量把逻辑 想得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也要能够符合它要的结果 所以第一个 我就先怎么样 先判断那个身高部分 是不是-999 如果是的话就break 所以最简单的写法 前面也写蛮多 反正如果H它是-999 那我就跳离 我就不要往下 OK 那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让它input 那input它一定是 会是input的一个文字啦 你一样是把它转成 转成那个这个数字喔 然后放在那个H里 让它去做判断 那我这边变数名称 尽量用简短一点啦 因为未来喔 我打一个那个hite 可能相对的字数比较多 那第二个的话要判断什么 判断体重 所以其实我的逻辑尽量用一样 身高像写对不对 那体重的话怎样 刚刚我这只要复制贴过来 改一个h就好了 那h改那个w 所以上下都用一样的逻辑啦 所以我的习惯尽量 反正写法一致 上下都 那上下都等于是都判断了 身高也判断 体重也判断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两种情况下都不会发生 所以呢 这边的话我用什么 while 一一的话就无穷违权 那里面判到两次 呃 不过当然呢 你while后面其实也可以用什么 判断 判断式的部分 你也可以先判断h 可是你w怎么办 你还要再判断 所以搞比较麻烦 所以干脆这样判断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简 简洁恶药啦 你们也可以试着看看 有没有更简略的写法 还有就是你也比较能够记得起来 并且能够执行也不会有bug 当然好方法 ok 所以特别说输入判断 输入判断 如果是-999就break ok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做什么呢 有身高有体重之后的话 就是要去计算什么 计算BMI 对不对 那BMI的公式的话 他有给我们 BMI是什么 体重 除以 身高 但是身高是输入的是那个公分 要把它变公尺 ok 所以要除以1000的平方 平方的话当然 乘乘2是最简单的 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你也可以 那个 用那个Mass点Pow 不过我觉得Mass你要在import 相对的没有这个简单 所以有的时候 当然你要顾虑到哪一个方法比较简单 ok 所以用乘乘2 就是它的平方 那算完之后BMI我们就有答案了嘛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题目有跟我们讲说 你要帮我按照这个标准去做逻辑 所以上面部分写完之后 再来就是把这个标准带进到这个底下 所以逻辑部分一复 BMI的值如果小于18.5 那就输出这个 A10类推 那这个我们前面有做过了 所以我们大概把它输入一下 如果它小于18.5的话 那就把这个把它打上去 不过考试的时候一样 它没有办法 像我刚刚是直接 这边是可以复制的 有没有 Ctrl C Ctrl V 那如果考试的时候是没有办法 Ctrl C Ctrl V 所以你这边注意字不要打错啦 有时候你程式是对的 但是字是错 拼错一个字 但也不会得分 ok 那所以呢 一样的方法 第二个逻辑是L if 然后L if再一个 最后else 所以基本上写完 应该这个前面有写过啦 所以我们就比较快的带过 另外的话呢 在多重逻辑里面的话 中间因为end 所以我这边加end 当然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不用end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BMI串中间 一个头一个尾 也可以啦 两种写法 之前有讲过 那看个人习惯 我自己是比较习惯这样 如果你不习惯 你可以 因为那个方法 我觉得怎么看 就觉得不是那么的习惯 有的时候是每个人的习惯问题 你可以大概找一个比较ok的写法 最后的话呢 我们已经知道BMI了 而且也已经知道他的state state的话 就是他最后这个状态 ok 那我们就直接 直接怎么样 把它输出 那输出的话呢 就是把什么 BMI 所以最后输出的结果 他这边会有显示出来 要变成 BMI 冒号 然后把BMI 穿到后面 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后面要换行 那换行的话 有几种方法 你用print本身会有换行 或者是说 如果你不print两次 你可以怎么 好像前面有讲过吧 你可以加 在后面 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那个 反斜线 N 这个也是换行 他就会换到这边来 然后把这个结果 再把这个状态 加在后面 这样的话就完成 那我的写法是 把它串成一行 所以 本来我原来是串两行 我想说 把它少写一行 那我串的方法是 BMI冒号 这边好像前面有个空白 空白 对 确定一下 空白 对 都有空白 所以 你记得 这边要把它空白一下 那 BMI 空白 然后呢 把它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然后让它换行 换行的话 记得就是 反斜线 N 因为在字串里面 你直接打反斜线 就是换行的意思 然后 再一个state 把刚刚的那个state 放进来 那这个地方 我直接就给它一个大瓜糊 把那个 后面就点format这 那BMI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记得 前面有讲过 就是说呢 你可以在这边加 冒号 点2F 把这个值放过 放到这边来 把这个值 放到这边来 这样子的话 就符合它要的结果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那其他的话 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 再检查一下 这边好像是不是 一定要有个空白 看一下有没有空白 没有空白 所以如果这边 假设少一个空白 你传上去 也没有办法平到满分 一定也是 一直亮红灯 红色的 表示说这个地方不OK 有时候真的 你程式已经写完了 看起来都没有bug 而且试过N变 最后发现 真的原来就只有这个地方 一个空白 原来可以造成 这么大的杀伤力 不过这一题要20分 我觉得 比例原则上面 我觉得它每一题 难易度实在相差 太悬殊了吧 刚刚那两题加起来还没这一题 要打的程式多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情报 情知也很重要 目前的情知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了 第一个 就是双数题为主 第二个的话 就是目前可能 因为很多同学去考过之后 大概出现就是那些题目 但等到你们考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也不敢保证 不过以论上来看 你优先准备的题目 你就先优先准备吧 如果实在是万一不幸 那个运气不好的话 又出了一些像这种 你也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先把 该拿的分数拿到了 剩下的话 你有时间 反正补齐70分 就可以拿到这个证照 OK 所以请各位也许 最后我们把它test一下 如果OK的话 这个就可以final 其实我是尽量把逻辑 写得非常简单 这个输入 增高 输入体重 如果是负就break 这应该没问题 再来就是计算BMI 这个我想照它的公式 接下来就是 比较难的应该是这个 逻辑 逻辑其实就是 把刚刚那个图 把它转换一下 最后printer的话 就照着这个 有没有 把它照着这个方式 顶多是我把它加一个换行 其他应该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最后再把它测试一下 这个当然都要非常小心 插一个地方 最后结果应该就会插很多 OK 因为它没跳一回圈 所以直接再输入 最后的话就是 -999 enter 跳离了 OK 表示这应该是OK的 另外的话 我也有把这个程式 也把它丢上去 所以如果有些细节 比较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云端 我刚刚好像少一个这个空白 再补一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它其实它也有一个云端版的那个测 就是马上及时评分系统 不过那个部分的话 它是另外再花一个费用 才能够 像你们买书后面有光 光碟安装之后可以测试 但是这个 这个它就没有 它就是变成说你们要 另外还要一个费用 如果我觉得 目前你们先把这个先练手了 应该 我想应该就差不多了